OK 同学们 我们这一堂课呢是要学习关于 FORM FIVE的第四课 Electromagnetic 的部分 那么这一课呢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是 Daya and the Hacepeda Conductor Bombava Arus Talam Satu Medan Magnetic 然后第二个单元呢叫做 Arohan Electromagnetic 以及 第三个单元呢是叫做 Transformer 我们 先要给大家一个大概的理解哈 就是这个第一个单元跟第二个单元是互相导反的 两个都是互相导转的 怎么说互相导转呢就是说 呃 4.1的呢它是用磁场 就是 Magnetic高的磁场 再加电流 来产生Daya 所以大家要记得 凡是在 磁场当中的任何一个可以流 流通电流的一个 Conductor啊 他都会发生Daya在他的身上 就是说我们把那个Conductor Bombava Arus 凡是有走着电的东西 把它放在一个磁场当中呢 那么那个Conductor呢就会经历一种Daya 这个是 4.1的单元我们所要学的 至于4.2呢 是倒反的 也就是说 本来是没有电的 这里啊 4.1的本来是有电 我给他电 以及把这个 走着电的东西放在一个磁场当中 他就产生Daya 至于4.2的呢 本来是没有电的啊 本来又是没有电 我在一个磁场当中 做一个力 做一个力 在一个Conductor Bombava Arus当中 然后他就产生了电流 所以大家大概先有一个大概理解说 产生电流 为最后的产物的呢 是4.2的部分 4.3呢 是Transformer的 支持 这个在Form3的时候 大家都大概有了解到Transformer的地方了 好吧我们来看 重温一下Form2的Size OK 这个是从Form2的刻本 Crop出来的 Form2的Size我们都有学过 这个是叫做Magnet格高 Magnet格高 永久的磁铁 然后永久的磁铁呢 它会产生Magnet Magnet Magnet 这些线条都叫做Magnet 然后它的模样就好像一个糖果这样子 好像一个糖果这样子的 一个糖果 然后它必须是Dari Uttara Keslatan 它的Garitan 必须是Dari Uttara Keslatan 这样子 Dari Uttara Keslatan 然后这里呢是越烙越大钱 OK 越烙越大钱 而 越远离Magnet的地方呢 它就越 松了 越松就是越冷嘛 它的 磁场就越弱 那么这边呢 很密集的地方呢 它的磁场就很强 OK 那么在 如果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也知道说相同的级别呢它是互相的推的 好像这个呢 相同的级别就好像互相推了 你也可以想象它是一个 我们在 Bub 之前的一刻我们是学关于Jars Jars positive Jars positive它的Magnet 是出去的 是出去的 然后如果是两颗Jars positive 在一起呢 它就会互相的推 它就会互相的 这两颗Jars positive 就会互相的推积 同样的 这个 Kutub Uttara也是一样的状况 只是说它的周边是Magnet 然后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会用到 4.1的单元呢 我们会用到两个手势 一个手势叫做 Petua Genggaman Tangan Kanan Petua Genggaman Tangan Kanan 就是把我们的 右手握拳 比一个Gut 这样子 以及 Petua Tangan Kiri Fleming 我这里是写前写的啊 Petua Tangan Kiri Fleming 等下教大家怎么比划 至于4.2的单元呢 我们只是 用Petua Genggaman Tangan Kanan 通常啦 只是用这一个 这个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我们来看第1个手势 这个叫做Petua Genggaman Tangan Kanan 它主要是用来判断说 一个 走着电的电线 它周围所产生的Magnet 是怎么 画 其实电流啊在走动的时候 它不仅仅的只是有Magnet 它也是会有Magnet 就好像这里我有解释 电流在经过一个conductor的时候呢 周围会产生Magnet Magnet 在物理的symbol是B 书本 比较少用啊 这个B的symbol 然后磁场的线条方向 可以用Petua Genggaman Tangan Kanan来判断 然后有三种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图 OK 那么这三幅呢 第1幅第2幅以及第3幅呢 是来显示给大家看说 Magnet Betua Lulus 单线电流经过平面 假设我有一块板 OK 通常都是啊我们都是画在一块板上面 比方说是一块 平板 一个SATA OK 一个SATA 然后我 我假设我从下面 穿过去一条电线 从这里出来 OK然后这条电线 是有带电的 OK 这条电线是有带电的 所以如果我要判断 它的四周围 Magnet 是怎样流通呢 怎样 流通我们就要用 Betua Genggaman Tangan Kanan 就是 我们的拇指 我们的拇指永远对着那个Ara Arus Ara Arus 拇指永远对着Ara Arus 然后四根手指呢 四根手指是会合拢的 这样子合拢回来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的拇指是 向上 你的四只手指是合拢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你的 Magnet Magnet的方向 你可以看到他 他 被折到的是在这条吗 他被折到的是在这条 所以如果你的眼睛往上面看下来 你的眼睛往上面看下来呢 你是看到 溺死的 Lawang John 在那个SATA 在那个平面你是看到Lawang John的 虽然他画得好像一个这样子来给 真正他应该要画这样子比较好看一点 我把修改一点他的图片来 可能他 他依然是可以这样子 然后走到这边 这样子画会比较好看一点 OK 也就是说 拇指向上的时候呢 拇指向上 我们的四根手指呢是这样子合拢的 我们的四根手指是这样子合拢 也就是 显示出他是Lawang John Anticlockwise 但是他画这样子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他 他把那个被折到的画在后面 OK 那么如果 如果他的 假设同样一个平板 同样一个SATA 然后我同样我需要把 一个 Lawang Lulus 穿过去 穿来这边 所以这个中间我开一个洞 然后我的 这个电线呢 电线穿过这个中间的SATA 然后再从这里出来 然后我的R是这样子走的喔 这个时候我的拇指就要向下咯 拇指向下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如果我的眼睛从这边看过去 我的眉毛我的眼睛从这里看上去呢 我会发现他是 四根手指是这样子的 Lawang John的 OK SORRY 是一个这样的 所以四根手指是一个这样的 就这样子 这样子合拢回来了 OK我给大家 开Video看看我们怎样笔 假设大家记得这个是A图 这是B图 那么我开 我的Video给大家看我们是怎样笔画 OK A图的笔画呢是这样子 A图的笔画这个是我的指章 我的指章 然后我的拇指在这里出来 拇指出来 就是向上拇指向上 我会看到我的四个手指是这样子合拢的 至于B图呢 B图是 电流是向下的 电流是向指章穿透下去的 所以我的拇指向下 我的四根手指是这样子合拢的 OK 这样子合拢 所以大家要 尝试的笔画看 所以在我们使用 B图跟Gaman Tangan Kanan的时候呢 记得我们的拇指一定是要对准 Ara Arus 然后我们的四个手指 往哪里合拢回来呢 那么他的Arus 就是往哪里走 OK 那么 刚才的那几幅 这一幅 这一幅 这一幅呢 是显示 Dawai Lulus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 格格隆呢 所谓的格格隆啊 它是一个 半圈 半圈我们就叫做格格隆 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三个 模样我们都要懂得去画 这是 Dawai Lulus 然后这个是格格隆的 这是Solenoid的 格格隆的意思是说 我是呈现出一个 Palabola的 形状在上面 就是 半圈 格格隆 这个格格隆啊 就是一个半圈 就比方说我这里 连接去一个 Positive Negative 然后关起来 所以电流就从Positive 流流流到这边 这里是出来纸张 如果我的眼睛这样子看 它是从纸张冒出来 从纸张冒出来 所以我的拇指是向上的 拇指是向上 所以你的那个 4根手指 4根手指是呈现这样子的形状 OK 所以它从上面看下来呢 它是 拉完这样 拉完这样 然后呢 当电流来到这边 又穿 穿回去纸张的 往下面出来 那么我的拇指就要 跟着它的方向 往下面出来 这是我的拇指的方向 那么我的 这时候我的4根手指呢 是这样子合拢的 然后眼睛从上面看下来呢 它是一个这样 所以 这个 跟这个 结合出来呢 总结来讲 它就有很多线条 是要往中间去的 很多线条往中间去的 所以它们的周边 它们的周边都会有 Medan Magnet 这个是叫做 格格笼 如果是很多很多圈 所组成 就是我把这个格格笼 我把这个SATA 加长它 把这个SATA 拉长到后面去 拉长到后面去 然后我加很多条 两条 就是我不要这样快回来 我不要这样快回来 我先 绕它 比方说这边绕过去那边 这个看不到的 往下面绕过去那边 然后再出来 在这条再往后面绕过去那边 再出来 这条再往后面绕过去那边 出来 OK这个 才 才往后面 往后面这样出来 OK往后面这样出来 所以我可以排很多 一整列的 格格笼 当我把它排成一整列的格格笼的时候呢 我们就叫做Solomite 而且呢 它 不再是能够 围绕着一个线条了 它是将会 中间的当然是会这样直上 OK中间的会这样直上 它的Medan Magnet 然后 旁边的它也是会绕 一大圈了 绕一大圈才回来 这个也是绕一大圈 才出来 这个也是绕一大圈 才出来 这个也是绕一大圈才出来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打横看 这边 打横看Solomite 我们也可以做试验看一下 它的拇指 或者是它那个Gamman要怎样使用 如果是在这个点 我们就 拇指要 如果这个是SATA的上方 然后它的背面在下面 它的下方背面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上方 这个SATA的上方 在这个呢 这个区 我们的 拇指就要 出来纸张 拇指出来纸张呢 我们的 4个手指是进去的 然后在这个点呢 我们的拇指要 倒叉进去了 倒反的good OK我们要比一个倒反的good 记得它一定要用 右手的 就是 Pertwa Tangan Kanan Gamman Tangan Kanan 然后倒叉进去呢 我们的 四只手指也是这样子进来的 所以总而来讲呢 总而来讲它会绕一大圈 才出来 这个就是 Solomite的 流动方向 这里 也是书本里面crop出来的 就是说 当 当线条啊 或者是 电线的周围 有磁场的时候 其实它 已经是变成一个 暂时的磁铁了 这个是叫做 Magnet格高 这个是叫做 Magnet格高 然后这个叫做 Electromagnet 就是说它是靠电流来产生磁场 它也可以 吸到东西 它也可以吸到东西 然后它只是 只是说它是暂时的 它不是永恒的 只要你关电哦 它就没有磁场了 但是这个 没得关电哦 这个 Magnet格高 没得关电的 所以它 永久性的 都有那个磁场 在它周围 它可以吸得到 能够被磁铁吸得到的东西 但是这个呢 是开电的时候 才会有磁场 所以 好像这个模样啊 其实它就是好像一块 大大块的磁铁 你看它已经变成好像一个 打痕的磁铁 然后这边是 Uttara 这边是 Slatan 所以 Uttara 七十拉弹 它的 Magnet Uttara 七十拉弹 这边是 Uttara 七十拉弹 这边是 Uttara 七十拉弹 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平躺着的 Magnet格高 这样子 只是说 它 它是要靠开电关电来产生的 OK 所以它 Solonet本身它也是有它自己的 Uttara 以及自己的 Slatan 要怎样知道Solonet的 Uttara Slatan 在哪里呢 哪里是Uttara 哪里是Slatan呢 这里书本的 Crop出来的图片 它有教导我们说 我们可以靠 观察 所以这一刻是需要很多的笔画 很多的想象力的 OK 你想象你是一个3D的 这个是一个3D的 假设这个是可能是你的那个 你可以拿你的车子的 Gone 不是Gone Cylinder 就是你的 厕所 Toilet Paper的那个 Cylinder 你 我们可以尝试绕很多圈 绳子 绕很多圈 然后 假设这边是positive 这边是negative 所以我们有positive 我们有negative 然后他 就这样子 把我们的绳子 绕去 背面 这边看不到的 后面是看不到的 从这里出来 然后right 绕去背面 然后从这里出来 绕去背面 从这里出来 所以如果我想象我的眼睛 从这边看过去 其实我看到的是 Anti Clockwise 那如果在另外side 我看这一side 看过去呢 这一side我看过去 我看到他的电流是怎样走 他的电流是 从这边 接过来这边 出来吗 出来 所以这边看的是 一个这样 这边 从这里看 是老玩这样 从这里看是一个这样 然后因为 老玩这样 他的符号好像and 这样子 就是Nord 北北极就叫做Nord 然后他的箭头在这边 所以这个箭头就会产生一个好像 老玩这样的模样 所以这个叫做Nord 的级别 马来文就不行 马来文 Uttara Uttara因为没得画箭头 箭头是画 不 不相称的 但是英文字就可以 OK 这个sab 就是Slatan Slatan 感觉他箭头就是这样的 就是 Equidjam Equidjam 这个只是给这一幅图 因为有时候也要看情况的 不一样的 有时候他这边 这边绕出来 假设他是从这里 绕去后面 再转 再绕 绕去后面 所以他又不一样了 这个 要看情况 判断 再来我们 从 课本的 PDF 课本的137页的QR Code 我们拿PDF出来 那么这里呢就给我看到一个SATA 一个平面 一个平面 然后 这边呢你可以拨 散播 Servo PC OK散播Servo PC 他就会呈现 当我们开店了啊我们把它伸大伸大一下 就是把它弹弹一下 把它弹动一下呢 那么我们的Servo PC就会呈现出原状 原状的形状 OK 如果我们要更加清楚 你知道他的 Metal Magnet的线条方向是怎么画呢 我们可以放Compass 在这个SATA 的周围 那我们就可以 画得出了 好像这个啊 这个他的 电流啊这边是 这边是加 这边是简 电流往这边过来 这个时候 我的这条线哦 我的拇指就要向下 拇指向下呢 我的四个手指就是将荷龙 OK 就是 导转的那个good 导转的那个goo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Compass的方向的是 往这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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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样子的意思 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这样子的 你就记得啦 总之拇指要EQUOT 阿鲁就对了 再来 啊这个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这 这一幅呢 这一幅我的拇指就要向这边 我们的拇指 向内塞 然后我的四个手指呢 四个手指是 类似啊 四个手指是这样子来的 然后如果我这里呢我的拇指就往这边 拇指往这边 然后我的四个手指是绕去后面的 绕去后面 啊这样子啦 这里给大家介绍比较 中啊 这个东西蛮 蛮重要的呀 就是 以便我们在沟通方面在传达这一个 可的指示方面我们讲话的时候比较方便 我把这个叫做 进去指章 把这个叫做 出来指章 我们的指章是一个平面吗 我们的指章就是一个平面 那如果电线呢 是 穿过指章 进去指章的呢 我们就画一个打叉 如果是出来指章 我们就画一个死点 怎么说进去指章 跟出来指章的 打个比方 我们有这张指 假设我们有这张指 跟另外一张指 假设我 这个是从上面看下去啊 从上面看 我这里有一条 电线 穿过指章 往下面去 所以我看到的是 打叉 这样子 OK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呢 我的也是眼睛往在上面看下去啊 在上面看下去 我的电线往这边 从 下面穿出来 这个叫做出来指章 出指章 这是进去指章 OK 所以进去指章 记得要画打叉 出来指章 我们要画10点 我是怎样记得呢 我是怎样记得它 是打叉 什么时候打叉 什么时候10点 我们就想象一个 箭头 我们的这个 anapana 就是你要射箭的时候啊 它的尾巴都是这样的吗 开叉的 一个arrow啊 你的 这个是10点 10点 这边是开叉的地方 开叉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的 射箭呢 我的箭 我的箭呢 是射进去指章 这样子射进去指章的话呢 我看到的是它的后端 所以这边是看到打叉的 然后如果我的箭呢 是往 这边射上来的呢 射了冒出来指章呢 我会先看到 是它的头 10星 10星的一个头 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 箭头的笔 来记得 当 箭头 往下射进去指章的时候呢 进去指章的时候 你看到这是它的尾巴 毛毛的这些 尾巴 所以就代表说阿路 阿路是进去指章 阿路是进指章 或者是进你的 平面啦 如果你正在是用 电脑或者是平板学习呢 那么 就是进去你的平板 或者是进去你的电脑的画面 那如果你的只是 平平的 放在 桌面上呢 那就是进去 指章 OK 那这个是出来 出来指章啊 所以我们 这边写 打叉代表阿路进去指章 那么你的拇指呢 就要 点在这个位 比一个 no good OK 拇指啊 点在这个位比一个 no good 所以 干燃的拇指啊点在交叉点上 因为它是进去指章 所以我们点了这样子啊拇指点在这边 倒转的那个good 你会得到你的四根手指是这样子合拢的 所以四根猴子 手指这样子合拢的就代表它是 一个这样 至于这边呢 至于这边 10点是代表阿路出来指章 然后我们用 右手啊 干燃的 干燃的小指 停歇在这边 然后拇指向上面 就是拇指往这边 我们 我们就会得到 四个手指是这样子合拢的 所以它就是 啊 老人 OK 这个呢是 拇指 向下 拇指向下 我们的 是 一个这样 一个这样 四个手指 一个这样 这个拇指向上 四个手指 老人这样 这样子记得了 所以这个也要 很好 记得以便方便我们的沟通 Arus Maso Ara Arus Maso Gasata 或者是 Ara Arus Gloatari Sata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两条线 如果两条线很 临近的话呢 很接近在拇指之间呢 它会是怎样的状况 我们已经会 比 单独的一条线 好像这个 大家可以把 在你的纸张上写的 给它明显一点 它箭头好像不太明显 所以箭头往下就是代表 拇指往下 拇指往下呢 我的 从如果从上面看过去 如果从上面看下来 拇指往下 我的 情况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这样 这样子绕的 然后这里这里也是 一样 也是 进去指章的类似啊 就是拇指往下的 也是一股酱 所以 两个都是 一股酱啊 它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 它会 这两条线呢 会产生一个 因为它 有一点顺路啊 就是我要来这边 我要来这边 来这边吗 你看 我要 然后 这个我要来这边 也是要 把它的 OK 然后到它们很靠近的时候呢 就顺路了 我顺便去你的位 我去顺便去你的位 然后我来到这边也顺便去你的位吧 反正是顺路的吗 OK 所以 这个呢就会造成它产生一个 Diatarigan 记得 两条 Slari的 如果 是一样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 Diatarigan 那如果是 一上一下呢 这个也是Slari啊 OK 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 两条线呢 假设我要建立这样子的 结构呢我必须要 三本去比方说三本去battery 然后这边 关它 这个向下 OK 这样子就能成立了 然后这个我也是一样 给它一个battery 然后这边 往下 OK 但是这个 这个只是一粒battery就够了 因为 我可以这样子画吗 这样子画盖掉 然后一个上 一个下 这样子 靠一粒battery就可以成立了 就好像刚才那个格格隆的case 刚才那个格格隆的case啊就是 往下面来 出来了 又再进回去 往这边出来 然后这边可以是一个battery 所以这边向上 这边向上 绕一 绕一个半圈 又再出 出回来 这样子 所以 这两 端呢 这一端跟这一端 就是 一个出来指章 一个进去指章 所以出来指章 记得 如果往上面看下去的话 我们的拇指要向上的 拇指 拇指向上 那么我们四根手指呢就是 这样子的 所以是拉完将的 拉完将 这个呢 这个呢向下 向下呢我们的拇指就是进去指章 就是倒转的那个good 倒转的good 我们的拇指进去指章 我们的四根手指是一个jump 这样子 如果是 呈现这样子的 他会有 因为他们 两个啊 你就想象咯 你就想象 哦这个是一个门口 一个 Cinema的门口吧 比如说 Cinema门口 然后 四方方面的人要涌着进去 四方方面的人要进去 四方方面的人都要进去 针着进去 所以变成这个 肯定会被 扩大吗 被推去旁边 那个门呢 好像被要挤爆去了 所以他就有一个diyatolakan 哦 所以这个是 向挤的 向挤来 争取中间的道路 所以他就挤爆他的门 这个是diyatolakan 这个呢是顺路 带过去 顺路带过去 他就很和谐 然后他就要打开了 我们来看这个 下面的CG 2konductor 跟 Setiap satunya membawa arus 在哪儿 在哪儿 saling 你看 他的daya 他就知道了 Saling MENARIK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答案是 MENARIK 这个呢 2konductor yang sama membawa arus 在哪儿 bertentangan akan Saling MENOLAK 因为你看 他的daya的箭头 MENOLAK MENOLAK 因为他们 针先恐后的 往一个方向挤进去 所以 就挤爆那个门去了 这样子想象了 OK这里呢 记得啊 10点就代表出来纸张 如果你要笔画的呢 如果你要笔画这个图呢就是 拇指 是往上面的 然后我们的4个手指就这样子合拢 OK 这个呢 一个打叉 一个打叉的话就拇指要点在这边 拇指点在这边 我的4个手指是这样子合拢的 这样子的去判断它 好我们再看 我们在前面那个一刻呢我们学的是关于 MEDAN ELECTRIC 是吗 MEDAN ELECTRIC的SYMBOL是E 它是由一个JAS ELECTRIC所产生 不管它是BURGUN或者是BURGRAD 它的周围都会有MEDAN ELECTRIC 那个JAS啊 那个JAS的周围都会有MEDAN ELECTRIC 但是呢 为什么刚才我们说 ARUS CONDUCTOR 可以 MEDAN ELECTRIC MEDAN ELECTRIC 这个如果是在走着电的电线呢 它就比较 特别一点它有 两样事情都有 一个是MEDAN ELECTRIC 一个是MEDAN ELECTRIC 那在这一刻我们是专注在 MEDAN ELECTRIC的 范围 如果是ELECTROM ELECTRIC呢 就是 MEDAN ELECTRIC MEDAN ELECTRIC MEDAN ELECTRIC 就是暂时罢了的 因为它是靠电流的嘛 如果没有电流它就 没有那个 MEDAN ELECTRIC的性质了 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比较一下 MEDAN ELECTRIC跟MEDAN ELECTRIC的差别 上一课啊前面一课我们学的是关于MEDAN ELECTRIC 它的MEDAN ELECTRIC的线条必须是从JAS POSITIVE 去JAS NEGATIVE 同样呢 在 MEDAN ELECTRIC的范围呢我们学的是 必须从Uttara去Slatan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两幅图是差不多一样的 然后我们也在 Golombang的那课 FORM4 GOLOMBANG的那课我们有学到ELECTROMAGNATIVE WAVE吗 所以ELECTROMAGNATIVE WAVE也是来自于 两组 两组的Golombang 其中一组呢 是MEDAN ELECTRIC 另外一组是MEDAN MAGNATIVE 这两组相互呈现90度 Berseran Young Antara Sato Summerline 所以这个是Golombang Electromagnetic的特征 这个是给大家重温罢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 学习怎么去 产生Daya 因为我们刚才讲嘛 4.1的单元是 我们的Daya是产物来的 最后会产生Daya 如果我们把那个Connector 本包Arus 放在一个MEDAN MEDAN MAGNATIVE当中 他会产生Daya 这个我看我们可以refer我们的课本会比较 好看一点 这个是 3D的图片 3D的图片 你可以看到啊这个 在第几面 靠本的第136页 所以这里我提供给他一个永久性的词程 他肯定是 相互相对的级别 假设这边是Uttara 这边就是Slatan OK 所以这里已经是有一个 MEDAN MAGNAT 格高 OK 有一个 MEDAN MEDAN 格高 他是来自 永久性磁铁的 他是来自MEDAN MEDAN格高的 所提供的磁场 OK 那么当我开电了 假设这边是positive 这边是negative 我开了电 然后这里我放一个flexible的 呃 Rod Gubloom OK 或者是Dawai Gubloom 有一条很轻的很flexible的 Dawai Gubloom 以便说他可以顺便传电 他一方面啊 可以 让电流流通 回来这里 另外一方面呢 他 本身是处在 这个MEDAN MAGNAT当中 所以他自己有走电 他有走电 他就会有 MEDAN MAGNAT Deripada electric的嘛 所以刚才我们用那个 Gumgaman Tangan Kanan的 我们用Gumgaman Tangan Kanan 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边加 这边减嘛 所以在这个区 这条线 他 这边加 这边加 这边 减嘛 所以他的电流是这样子来 这样子回去 所以在这个 Dawai Gubloom 他所经历的 Aros啊 他所得到的Aros electric呢 是这样子去的 所以我的拇指就这样子比 那么我的四个 手指呢 四个手指是这样子咯 对不对 啊 拇指这样子比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的四个手指是这样子过去的 所以他本身 generate 他本身自己就已经 generate MEDAN MAGNAT Daripada electric了 再加上 MEDAN MAGNAT Daripada 永久性磁铁 所以这两个 这 这两set MEDAN MAGNAT啊 ber interaction 就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之下呢 就会把这一个 flexible的 Daripada 弹开 他可能会弹去这边 也可能会弹去这边 就看你哪里是 Uttara 哪里是 Slatan 以及 哪里是positive 哪里是negative 他就会 跟着 我们的 Susunan 而弹动 OK 弹动 所以这里因为 这本 这个实验呢 暂时他没有告诉我 他没有明确的告诉我 哪里是Uttara 哪里是Slatan 所以暂时我们先不用它 不能够使用来做 学习 OK 刚才我们讲嘛 有一个永久性的词诚 以及有一个暂时性的词诚 当这两个词词 产生 结合的时候呢 他就会 带动出一个力度 OK 所以我们的原理就是要使用 Magnet格高的词词 配合Conductor Bearus的磁场 就是暂时性的那个磁场 两个磁场 磁场结合而产生 Medalastic 或者是Dialastic 好像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 Lastic啊 弹弓 弹弓 就是要 弹出去那个死头 这个叫Medalastic Dialastic 这个结合啊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Inter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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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al Magnet Dripeta Magnet格高 但 Medal Magnet Dripeta Conductor Bearus 就产生 Medal Lastic 或者是Dialastic 所以我们看 Step A Magnet格高的磁场线条肯定是从Uttara去Slatan 所以我们就看哦 既然他给我们这边是Uttara 这边是Slatan 我们就只需要劳劳实实的划去 从Uttara划去Slatan 全部都是Slatan的 OK 从Uttara 去Slatan 因为这个是 Terminder Satara Sata 是一个Sata来的 接下来呢 这个是10点 10星 10星代表什么 10星代表 那个 Aros正在要从纸张 出来 纸张出来呢 我们的拇指就指向自己咯 OK 如果你 看着电脑啊 如果你是看着电脑你的电脑是90度跟你的眼睛啊 90度的啦 Vertical的啦你的电脑的画面 Screen呢是Vertical的话呢 那么你就把拇指向自己 那么你就得到 我们的四个手指是这样子的咯 但如果你是看着 纸本 看着纸张学的呢 那么你的 拇指也是 网纸张的上方 OK 所以把我们的 小指啊 那个最小的那只手指啊 停歇在这边 停歇在这边 然后你的拇指就 出来咯 或者是向上咯 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幅图画啦 所以当 最后的step呢是把A加B重叠 然后 Introduct C 然后 我们有两个方式可以判断出他的Daya是 会往哪里发挥 其中一个方式是用画图法 也就是这个我们目前所学的比较难的 另外一个呢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用Pertua Dangan Kiri Fleming 这个等一下我们要学Pertua Dangan Kiri Fleming 来判断磁场所产生的Daya方向 好现在我们来看学那个画画的先 OK画画的 这两个结合将会产生怎样的一个一幅图画呢 你可以看哦 本来没有 本来没有那个 这一幅之前 没有这一幅之前呢 我是可以顺利的到达对面的 顺利的到达对面 但是如果把这个加进去呀 就是说 10点在这边 10点在这边吧 就会有一个东西打我下来 有一个打我下来你看这个 打下来的吗 这个是打下来的 所以每当我要去到对面我被打下来了 踩上来 我每次被打下来 才打回去 这样子 所以这边是会被打下来的 所以这里呢 这里呢上面的呢 因为他的磁场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这样子呢 是打架的嘛 所以不太顺路咯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很少的 Metan 因为不顺路嘛 顺路的是这边 顺路的是会被打下来的 顺路的呀 他来到这边 影响 被打下来了 因为他的这边是这样子绕拳的我 所以他就被打下来 然后被打下来 然后上面呢就会比较longer一点 比较冷嘛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条 远远一条啦 远远一条 OK 所以最后呢我们会得到这边下方比较密 然后part 然后part的情况就是 呃比较 Metan比较 强 OK Metan elastic 比较强 所以这边 强 这边弱嘛 所以就造成 他就是向上 跑去的 向这个方向 他的dia就是向这个方向 OK 好吧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这里就有 展示出 Utala跟Slatan了 OK 那这四点英文的就跟Dawai Lulus Yangmanbawa Arus Diletakkanala Sato Madan Metan yang Seragam Antara Dua Kutuk Metan albemento yu 所以我们有一个Dening Kululi DeningKululi 就是要拿来 付着 付着这个 Metan Metan kekal的 Apabila Bakran Kulsa Arus Diletakkan Dawai Kutukum Yangbebas Akan Bukra 就是这条 这条是flexible的 可以自由的弹动的 他说 当我开店的时候 当我开店的时候 我发现到说 这个Dawai Kutukum 他会移动 他会被弹开 等下我们来学看 他是弹去哪里 OK Apabila Electrik 本身就 自己已经有 Metan Magnet 现在他又被 暴露在这个 Met Metan啊 就是这个 这一区 Yakkan Dipengari Metan Magnet OK Metan Metan 如果要更加完整呢 你就写 Metan Magnet Dari Bada Metan Metan 这样子 然后 这个词 大家会善用 Interaxy Interaxy Metan Magnet Yakkan Ole 就是暂时性的那个磁场 暂时性的磁性 以及 Metan Magnet Yakkan Ole Metan Gkau 就是永久性的那个磁场 Akan Fassen 然后Akan Metan Sabtu 刚才的那个字 Metan Lastic 或者是Daya Lastic Metan Lastic 或者是Daya Lastic OK 然后Ara Daya Blai Di Tentu Kan Dga Muguna Kan 刚才我们说有两种方式吗 一种是用画的 这个是用画的方式 一种是用Petua Gamman Tangan Kiri Fleming 当我们回答这样子问题的时候 我们比较 比较少会讲说 Kaida Lukisan 很少会这样子写的 我们会写说 Petua Tangan Kiri Fleming 这样子写比较专业一点啦 我们 比较少会用 图画的 作答 OK 好我们接下来来尝试 画这一幅图 把这一幅图 画出来 用画的方式 OK OK 温度 Experiment Data Lukiskan Torak Medan Magnet Bagi Ma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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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说这个啊 有一个南北极的 OK 就是 Bah Magnet Bah 这样子啦 OK 然后 Torak Medan Magnet Ole Aruz Pada Dawai Kubum 所以我们要分开画第一个第一幅图我们是要画永久性磁铁的第二幅呢我们是要画带电的那个Dawai Kukum所产生的磁场以及他们的结合 interaksi antara dua medan Kemudian tentukan arah gerakan Dawa Kukum pandek dengan kaedah lukisan Dan kaedah tangan pertua tangan kiri Fleming 我们先不管这个pertua先 因为我还没有教他讲 OK 我们先学会画先 OK 那么你看下面是 utara 上面是 selatan 所以我们就 下面 utara 上面是 selatan 我们就画吧 下面就画一个 utara 上面是 selatan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 medan magnet呢就老老实实地往上去全部 OK 全部的直线向上 utara 去 selatan 这样子就settle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东西 我们画的 第二个我们再看看他的 Aruz是怎样走动的 他的Aruz啊这边是positive这边是negative 所以Aruz这样子走来 这样子走回去 所以在这个 Dawai Kukum的自己的身上啊 Dawai Kukum自己的身上呢 他的Aruz就好像要出来的 他的Aruz就好像要出来纸张这样子 从 从后面往来前面 从后面走到前面来 就好像要出来纸张这样子咯 所以出来纸张 是一个实心 出来纸张是一个实心点 所以实心点呢 拇指就出来纸张了啊 拇指就出来纸张 我们会得到我们的四根手指是这样子合拢的 把它画满了啊 把它画满 OK 然后这样子 画给它圆形一点咯 这是我 弄弄画的啊 所以总之呢是 拉弯将 那么当 这个加这个 第一幅图加第二幅图呢 我会得到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造画那个 Slatana 跟那个Uttara的啊 我们可以用 比较 轻的笔啊 先把它画出来 描绘出来先 首先有一个实点在这边 实点在这边 然后先画中间那条会发生什么事情 中间那条我正在要去对面 我正在去对面吗 然后你看这边是这样子打下来的 这个买单都是打下来的 OK 这个买单都是带上去的 OK 所以我本来要 本来要顺顺利利的去到对面 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他打我了 他打我吗 这条线可以不用画 等下可以插掉 他打我的话我就 被打掉了啊 被打歪去了 OK 然后就回来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被打歪 回来 被打歪了才能够到打对面 被打歪了 才能够到打对面 这个可以插掉了 然后这边呢 比较远的是顺顺利利的 比较远的是顺顺利利的 只有 这边比较 轰嘎一点 OK 比较轰嘎一点 甚至呢 如果 如果啦 如果这个 阿鲁斯很强 如果阿鲁斯很强大哦 他甚至可能这条线 都会被打来这边 明白吗 就是 要看他的阿鲁斯的强度 如果阿鲁斯非常强啊 他不止那个中间那条线会被影响啊 甚至连 连往这一side的啊 这一side的线条都会被他牵动 带来这一side 带来这一side 所以 这边就比较拉帕 比较拉帕 这边比较longa 所以你的 Diapaduan呢 或者是Dialastic呢 就往这边 所以Dialastic是 往这个方向 去击利利利 好 这个是用画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学手势 手势大家先要记得哦 三根手指一定要呈现90度 然后 我自己的记得的方式呢 这三根手指 都有自己的代表性 拇指最有力 所以代表Dial 所以拇指呢 最有力的那个啊 五个手指当中 拇指是最有力的 所以它代表Dial Force 然后 食指呢 是通常用来指方向 哦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那个 那一栋楼啊 你要去 那个东边啊 西边啊 所以我们用食指来代表 Medan Magnet 食指呢 代表 Medan Magnet 也就是boy 那个symbol啊 这个是Dial Lastic Dial了 Dial就可以了 不用写Dialastic 只有在那个 特殊的情况 你才写Dialastic 至于中指呢 中指我怎样知道 它是Arus 因为我知道 我们的手掌 五根手指当中 中指是中间的嘛 中间的一根手指 它就是巴西symmetry咯 那么你看Arus啊 Arus的 symbol是I Arus的unit是ampere 所以它们都是 symmetry的 所以这个中指就代表 Arus来的 Symmetry的 OK 所以 Zhjali Kedua 代表Arus 所以要记得 这个三个呢 这个F跟B 呈现90度 B跟I 也呈现90度 F跟I 也呈现90度 它就好像我们 学的那个3D的画面 之前我们学 Sata Cartesian 是学X跟Y不了 对不对 X跟Y 然后后来呢 如果是3D的呢 我们还会加多一个 Z 所以这三个都是呈现90度的 呈现90度 然后我们在笔画的时候呢 笔画的时候 记得这里是 这里要抓 抓的准确 OK Dari Uttara 去Slatan B的 B的 那个 Madame Magnac 我们 食指 食指必须要止去Slatan的位 食指要从Uttara 止去Slatan的位 然后因为拇指是最后的产物嘛 所以拇指最后才生出来也不用紧 然后你的 种子呢 生出来 这个是代表Arus 有了食指耶 你知了你的 定位了你的食指过后呢 就开始找出你的Arus的方向 然后才来把那个拇指伸出来 所以建议先 建议先看Magnac 高的 那个永久性磁铁 来判断 你的食指的方向是去哪里 然后再 转动你的手腕 去把种子对准你的Arus的方向 然后最后一个step呢 就把那个拇指伸出来 就知道拇指的方向就是 Arahtaya 因为拇指是最有利的嘛 好 现在我开我的video 给大家看那个正确的笔画 记得啊 这个是Kiri的 当然Kiri的 当然Kiri是要靠 Magnac 对于Pada Magnegao 以及靠Arus 来产生Daya 这是4.1的单元 要用Pertua 当然Kiri Flaming 好 我们看我的video 它是怎样 笔画的正确 这个手势大家要记得 非常好 所以我们的手掌是这样的 我们的手掌 大家都会比枪吧 枪就是这样吗 枪 大家都会比枪吗 我们比枪不可能这样子比的吗 我们比枪不可能这样子比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比枪是 哦 这样子 所以记得这个是已经是一个90度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90度呢 就是我们的宗子 宗子是伸出来 这样子就是 一个 三只都是90度 你可以看到啊 宗子永远是跟我们的手掌 呈现90度的 就是从手掌中吐出来 手掌是这样吗 OK 我们的手掌是这样 这样平平的 宗子就是这样 宗子是这样 但是 呃 我讲比 OK 宗子是这样 然后 背后面两只手指是没有用到的 所以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呢 宗子就比较顺一点了 然后我们的拇指这样子了 OK 记得不要比到好像spiderman 这样子了 不要比然后出 吐 蜘蛛丝 spiderman 还是 有些同学比出口 比出口 不要这样子比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子才对 OK 所以这课 这个这个这个模样啊 就好像你考试可以作弊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说 这个课啊 就好像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公然作弊 这样子 因为你肯定很明显的嘛 大家都在比这个手势的时候 一定是很明显的 然后你可以瞄到你的 旁边的前面桌子 还是旁边桌子 他们就在比哪一个手势 就好像间接的在作弊 但是条件是你的朋友要比对了 他要比正确的手势 有时候是用giri 有时候用感染 如果那个试剑 那个gatas刚好两题都有出 一个要用giri 一个要用感染 你就不知道他在比哪题 但是如果整份试卷呢 只会出的题目呢 只会用到一个giri的话 大家就好像心直肚明了 大家在比什么 现在 好 现在 我们来看啊这幅图啊你看 记得吼 石子 我通常是这样子画 石子 石子是 dari utara ci slatan 中子呢 是代表 ara arus 这是 arus 中 arus 母石子 不是 石 medan medan slera 你可以想象这样子 石 medan 石子啊 代表 medan medan slera 那个foot cord medan slera 石子代表 medan medan slera 然后 中 arus 这个 mod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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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medan slera medan slera 石 medan 然后 中 arus 所以这个磁场之下呢 他的dia是向上的哦 我们再看回去刚才那个 刚才我们从画这幅图的时候呢 我们是画到说他的dia是往这边的嘛 这个dia是往这边 我们可以尝试用这边来比划看 OK 我们 我们不会关心这边哦 虽然我知道arus这边走来这边走回去 但是这边的arus是不被关心的 不要去关心这边的arus 我们只要关心这一边的arus 这一条线呢 因为只有这一条线会被 弹动嘛 所以首先 伸出你的食指 从乌达拉去撒旦 所以你要比上去 这边是比食指的 记得食指先比 食指因为他代表medan medan medan 所以食指 接下来呢 中指的时候 中指是代表arus 所以这边的 arus我不care 但是我care的是这边 他正在要走下来 他正在要走来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的 中指呢是往这边 中指 中arus 所以你就比咯 食指 你 往上面 你 我很难形容 因为我在用这电脑 然后可能有些同学 正在用电脑 有些人同学在平板 有些同学正在用纸张 如果你用纸张呢 你是在你的纸张是 请放在 请放在桌面上 然后如果你是用平板 或是用电脑呢 他可能是呈现 vertical的 就是直角的 然后你的人在这边 所以你的画面在这边 你的人在这边 但是如果你用纸张的话呢 你的纸张平躺在这边 你的人在这边 哦 所以 就大家 去尝试看 当你的食指 往上的时候 我这里是讲往上去 往上去 因为我的荧幕 我的荧幕是呈现直 直直的嘛 给我的呈现 vertical的 然后这个 R是 这样子出来的 这样子出来 所以这样子出来 我会得到我的拇指是像这边的 拇指 所以拇指代表Daya 就跟刚才我们所画的 已经符合了 刚才我们也是画到 我们也是画到 呃 Daya是往这边呢 来 往Giri去 所以大家尝试比划看 呃 十指 先比出来十指 然后伸出你的中指 中指应该是对着你自己吧 如果你是用 平板或者是电脑的话 因为电脑占直直 中指就对着自己哦 然后拇指就像这边哦 如果你是用平躺在桌面上的纸张呢 那么你的 十指就远离你而去 中指就是从纸张上来 中指就从纸张上来 然后拇指也是一样得到往这边 哦 这里 这一刻如果用网课比较难形容哦 如果可以用实体课就很好哦 OK我们再比划这一个 我们再 try 比划看这一个 这个呢 十指给我们 Meadan 这个十指的方向在这边 这个是十指 Meadan 它代表Meadan 这个 是代表 这个代表Aros Aros Aros 出来纸张 出来纸张 所以他的Aros大概可以这样子画 出来纸张 中指 中指代表Aros 然后我的拇指会哪里 啊 拇指会 当你的十指往这边 你的中指出来纸张 或者是对着自己 如果是看电脑的呢 你的中指是对着自己 看着那个90度的电脑啊 你的中指是对着自己 然后如果你是看着纸张的话呢 你的中指是 从纸张出来 那么我们的拇指呢 就会得到 拇指就会得到向上 所以这个是 拇指 Daya 所以我们 已经证明说Daya是向上的咯 OK 我看我们的Nota 我暂时用到这边 这个我还不 不教先 OK 我们先来看 课本的啊 课本的 好像这个啊 你看 OK 我们来判断一下 这个Conductor 到底会被弹去哪里 这个Conductor 到底它会被弹上去呢 还是弹下来 给我们看一下 这边加这边减 Aros 这边走过去 以及这边走回来 但是这边的Aros 我不教 我教的是 这个 生在当 当局一种 当局的 OK 当局者 就是在这个Conductor身上的 因为只有这一段落 是被摆放在 Medan Magnet Magnet的高 当中 他被摆放在这个永久性磁场当中 然后他自己又有磁场嘛 所以他自己的磁场 再加上 永久性的磁场 Interruptcy 就会产生Daya 而这个Daya呢是 经历在这个Conductor当中 没有 没关这个事情 这些只是 中间忍不了 他们不会经历Daya 这些不会经历Daya OK 我们看 食指 Uttarachislatan 这样子 食指这样子比 Uttarachislatan 食指 代表 Medan B 然后Uttarachislatan呢 记得食指是Uttarachislatan哦 然后 因为沿着下来 沿着下来我的R是往这边 所以我的 中指是往这边 中R 然后当我这样子比的时候 我会得到我的母子呢 最后结果我的母子是向上的 所以我的Daya呢 这个是Mu Mu Daya Mu Daya 所以我的这一个我可以判断这个东西啊 是被弹上去的 啊就不用画到很复杂哦 如果你要画 用画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但是画的方式就很 Ledger 这样哦 所以用笔的方式就很steady啊 用一个手势就可以比得到 这里他教怎么画咯 你可以看到哦 因为 结合啊 Introduct C OK Medan Lastic Yala 这里我看一下重点啊 Medan Lastic Yala Medan Magnet 就是永久性的磁场 再加上暂时性的磁场 所结合而出来的 互动而出来的 所交流而出来的 产生的Daya 就叫做Dialastic 然后你可以看到哦 青色的是暂时性的 蓝色的是永久性的 线条 OK 然后你看到每一次哎 这比方说这条 他本来要顺顺利利的来这边 那是被被影响被打下来 然后这条也是一样 本来要顺顺利利的 可能会被打下来一点点 然后这边 来到这边 他可能会 相撞 跟这个 所以就被打下来一点点 这样子 而这边就比较远的地方 也是会被打一点点的 但是他可能不够力 他的Arus不够力 他的Arus不够力 他就没办法打到这边来 如果他的Arus很强的 他就有办法了 但是Arus不够力的话 他只打歪一边边 这样子 然后上面的就没有事情咯 上面的就没有事情 所以他的Dialastic就向上的 OK 如果你要用笔画的呢 要讲笔 笔画的啊 Flaming Kiri啊 记得是 拿左手来比的啊 Utala cheese 拉蛋 这个我们的 十指 在这边 十指代表 Maddan 比啊 OK 然后我的 中指啊 是代表Arus吗 这个十点 十点 十点代表出纸张 十点代表出来纸张 所以我的中指是要比来这边 中指 中指要比来大概比来这边呢 我必须要画斜一点 才能展示说他是90度 如果我 我画的太 画的太这样子啊 等下我画那个Dial的时候啊 他就好像画不出那个3D的感觉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 给这个 这个纸张 必须把它画斜一点啦 OK 画斜一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中Arus OK 所以十指在这边 中Arus 出来纸张啊 出来纸张 因为他的点嘛 出来纸张 最后我们得到拇指是向上的 Dial Mudaya 所以 Dial就向上 所以这个就是用改的 D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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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ely Fleming 来比划的方式 所以这个考试会出的哦 他会问我们说 母子代表什么 石子代表什么 中指代表什么 所以这里你看 他没有写Dialastic 他只是写一个common的Dial 不了 Dialastic是通常写在啊 你要写在这边是OK啦 因为他已经很明显的显示错 有一个Metalastic 我们看 OK 我们看哦 这个是做么 OK 这个怎样B呢 哎 这个就是好像你的手 这样子咯 OK 你看这个手哎 Uttara Chisratan 所以十指 十指是Uttara Chisratan 这样子 这样子去 十指 然后Arus是出啊 啊这样子 横过去啊 Arus是这样子出来 所以中Arus 中Arus这边咯 然后Modaya在这边 啊 你的拇指在这边 Dial就是往上咯 OK 所以这个Connector呢 这个Connector 会经历一个向上的力度咯 OK 我们再看 好 这边呢 这边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来看看他到底会向上还是向下 OK 我们首先要连纠的是他电线哦 这边是Positive 这边是Negative 我们知道他电流这样子走过来 以及这样子回去 所以在这一Side啊 在这一Side 他的电流是 这样的 啊 在这一个 这个区 这个区啊 他的电流是正在这样子走的 所以这个是 中Arus 但是你可以先不要比中间线 你可以先比那个 啊 哪里是Uttara 哪里是Slatan 这个是Uttara 这个是Slatan 这个是Uttara 这个是Slatan 所以我的食指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 食指 代表 Medan Medan Manek 然后刚才我们讲嘛 中指是 往这边去的 中指 中Arus 所以这样子比划过来呢 我们会得到我们的 Mu Daya是向上的 OK Mu Daya Mu Daya向上的咯 OK 但是我 这个 组装有一个特别点 就是说 他要让我们知道 实际的Daya是多少Magnitude 一般上我们在这个4.1的单元 以及4.2的单元 这两个单元我们是不会牵涉到 计算的 不会牵涉到计算 但是这个呢 他只是要给大家看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 所以他就 发一个顶帮在那边称 所以我知道这个 Conductor啊 会经历一个Daya向上 但是 他却是被 固定着了 他被这个Cardector 固定着他的位置 他要上去也不能耶 他本来要 想要上去 他也不能上 因为他被固定着 被绑定在这边了 固定着位置了 所以既然 他不能向上 那么就会 破死 这个Dening-Gluli 被安向下 这个是 Hukum Newton ke-3 Hukum Newton ke-3 他告诉我们说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力都一样 方向不一样 Hukum Newton ke-3 menyatakan bahawa Daya tindakan Magnitude Daya tindakan adalah bersamaan dengan Magnitude Daya tindak Blas tetapi pada arah yang bertentangan 所以 本来呢 本来我们是要移动 这个 Tawai Kuprum 向上移动 但是现在他已经固定的了 不能向上了 所以变成他们之间的 interluxy 所产生的 Dialystic呢 会造成这个 Dening-Gluli 被安的 切紧 跟这个 Timbang 跟这个 Nerajad Electronics 所以Nerajad Electronics 的那个 Batshan就会增加 Batshan Electronics 就会增加 就会得知 说那 力度呢 是多少 得知那个力度 是多少 一般上那个力度 越大啊 就是代表你的 Aros越大 或者是代表你的 Magnet 越强 或者是代表你的 Magnet 摆得越靠近 这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 你的Aros有多大 第二个因素是 你的Magnet有多强 第三个因素是 你的 Magnet有多靠近 还有就是你的 Rintangan 之类的啦 那个是我 下一堂课 我们才会谈起 我们下一堂课 我们再谈起它的 呃 个三 就是它的这个啦 我们下一个 我们会 谈到 下一堂课 我们会谈到 FatoFato Yang Magnet Yang OK 然后 我看还有什么 OK 好像这个 我们要讲到比划 我们再看多一个 最后一个吧 OK 所以这边呢 Aros 这样子进来啊 这样子进来 以及Aros 这样子回去 但是这边的 无关紧要 这边的无关紧要 真正 在这个 区域当中 这个 Magnet Diribada Magnet Gagal 这个区域当中 只有这一块 才是重要的角色 所以它的 Aros 是往这边的 所以我们先比我们的 石子咯 石子向上 因为Uttara 就是拿蛋 所以石子 石子是Magnet Magnet 然后我的中子就要伸去哪里 中子是伸去这边 因为它这样子去嘛 这样子来来来来 去到这边 所以这个是 中 Aros 这样子比较过后呢 会得到 我们会得到我们的 Mu Daya 在这边 Mu Tzi Mu Daya 在这边 然后我们的 Daya 就会造成这个 Dawai 被弹到这边来 它会被弹的多远 它会被弹的多远 就依靠它的 Interruptcy 以及它的Magnet 有多强 Magnet 有多强呢 就靠你的Aros 有多大 大或者是小 以及你的 具备的那个 你所使用的那个Magnet 格格 它是多强 以及你这个 放的越远 还是越靠近 越靠近它就越 强咯 这样子的意思咯 好 我看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咯 关于 今天我们是学 Genggaman Tangan Kanan Genggaman Tangan Kanan 的方式来判断 一条直线电流 的周围 它的Magnet 是怎样 另外我们也用 Betua Tangan Kiri Flaming 来判断 那个Daya Yang Dehaseer 是往哪里去 所以大家先要记得这两个手势 好吧 我们今天学到这边 大家继续加油 拜拜 deriv f零 Sometimes physics 是 没有 这就是叫做MOTOR EFFECT 所以Magnetic field从North到South The current going this way And the force at right angles We can use our left hand to help us remember What direction the wire is going to be pushed in It's called FLEMING'S LEFT HAND RULE With your left hand, spread out your thumb First finger and second finger So they are all at 90 degrees to one another Your first finger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the magnetic field From North to South So your finger is pointing to the South Pole Your second finger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the electric current flowing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So your finger is pointing to the negative Your thumb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movement Try to remember it this way Thumb, movement First finger, magnetic field Second finger, current Let's try using FLEMING'S LEFT HAND RULE To answer a question Pause the video and see if you can answer them For A, hold up your left hand in the current position Magnetic field is goi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current is going in this direction So the force is going up For B, the current has changed direction So you need to rotate your hand around So that's how physics and nature go hand in hand We literally use our left hand Now it's not business